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12 9092 626 7377 听到这把这么熟悉的声音 接着说出我们节目的名字 就可以马上获得 完美店赞助送出的一杯冰镇冻奶茶 快点打电话来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二线电话 626 766 7377 DFC TO GO 去到哪里送到哪里 DFC TO GO DFC TO GO 大家好我是TEAMNAM 以故大家对红南卡 Medicare有任何移民 欢迎你打电话来 626 379 1167 626 379 1167 626 379 1167 大家好 又是MISS HO 会客室的时间 那我都 这段疫情关系 我都少了去访问一些人 加上现在有假期 大时大节 但今天我很开心 请到我一位朋友 她就是一间州立大学的教师 而且她也是 课后辅导班的老师 她是我的朋友Alan Alan 很欢迎你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你好 MISS HO 好多谢邀请我来 我叫Alan Alan Alan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是来到美国多少年的 我已经来到大约25年左右 25年 那在25年里面 你是来读书还是移民过来的 我本身是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 来这里读书的 我从中期到大约10年班 就开始读上去 10年班即是高中的了 是的 高中二年班大约 那你就会经历过考SAT 那些 是的 我有考过SAT 和都尝试过考过ACT 其实SAT和ACT的分别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 我知道SAT的制度也变了很多 由我考的时候到现在 以前的SAT就是考尊考英文和数学 有部分数考小一点的 大概有6部分 我知道中间2004年 那段时间 那10年左右 大概好像有10部分 有英文有数学 这样卡拉卡拉 然后现在做了一个新的方式 就是有 只是考英文和数学 不过它是分了成书读、写作、文化、文化上的东西 还有数学有一部分是用计数机 同用计数机的 但是好像早两三年 SAT就转了另一个制度 就是分数是小一点 是吗 是 我当时考了1600分 每分是每分都是800分 然后到这个中期的时候 就变了2400分 就是有三个不同的科别 一个是阅读、写作和数学 然后到最后那部分 就是现在最新的一个 就是英文800 数学也是800 因为以前考SAT就是 你答错就扣分 如果你就可以不答 你不答就不扣分 但是你答错就扣分 但是现在就是 如果你答错了 如果你不可以不答 你全部都要答 是不是这样的分别 不是的 其实你答对 你答对当然就有分 但是答错或者不答 都是没有分 也都不会扣分 现在是 答错或者不答 都是没有分 也都不会扣分 但是以前就答错 会扣分的 是吧 答错 我会扣分四分之一的总成绩 就是四分之一 就是这么多题目 例如你答错了四条 你答错了四条 他会把那四条 乘四分之四 之后就把那一分 就是一分 那四十复一 就变成三十九分 本来你答错了四十分 应该是四十分 但是因为答错了四条 他可能会变成三十九分 就是那个底分 哦 就是扣四分之一分 是的 因为以前我曾经听过 就说 哎呀 你如果是这样 不如你不要答了 不答就不扣分 答错就扣分 其实如果四分之一分 来说 拼一拼也有机会 可以对的 这么说法 都可以的 不过呢 尽量 如果你是想去一个 想取得更好的分数 但是因为你扣了一分 可能你达到800分 你达到800分 达到800分 例如数学达到800分 达到800分 达到800分 但是如果答错了一条 如果被原本的分数少了一分 但可能总成绩不是800分 可能要有七八七十 或者可能是七五六十 所以 而且每一次的评分表都不同 不会说错一条 就可能只扣十分 的总成绩是这样 我知道很多人 就觉得 考SAT 如果第一次 通常就不会考一次 考两次三次 但如果以你的经验 或者你教的学生 你觉得其实 现在 暂时好像今年都没有SAT 以你的经验 你有什么提议 如果考SAT 应该是考两次 三次 还是无了期 不停去考呢 我觉得无了期 其实有一个很弊的处 就是因为 如果有些比较高的学校 可能它是有权 去看所有成绩的 就是看你考的一次 和你的分数 就算你的分数是有上升的话 他觉得你预备这个数目不够认真 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例如 我听过有个朋友 是他批评过五次 五次啊? 是啊 那会用哪个来计算分数 那他就 那他通常 那学生就通常 一定会 将最高的分数 他寄给大学 是 但如果那些质素好一点的大学 其实是会 除了看这个分数 之外 也都看你之前 考过的E-TAS 他可以查到的吗? 他是可以去那个 college board 去看他们的分数 那ACT又是什么? ACT是另外一个 可以进入大学的 一个模拟考试 例如XAT 不过 他的变化 都是在题目上的变动 但他的规模 就是 第一部分是阅读 第一部分是写作 就是查一下文化的东西 看你的文化水平 接着就是数学 还有一个叫做阅读 还有一个叫做阅读 还有一个叫做科学 科学 就是他给了一段很短的一段东西 你看了他 还有那些实验的东西 看完之后 就回答相应的问题 其实他 我觉得他的感觉 是好像一个 阅读 是一个 reading 的 portion 但他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看 其实如果你这么说 去考ACT 那些就好像小学生 考start test 那样 又是有数学 英文和science 这三个东西 都可以这么说 不过他们的题目 就比较直接些 他问你这样 你问什么 他就答什么 他不会说 因为SAT和ACT 有个分别就是 ACT 就比较直接些问题 他问你 究竟这个答什么 这个答什么 不会说很多转弯 但SAT的题目 虽然是比ACT 很多 但是 所以你去思考的 是多些的 SAT 少 但思考的 ACD就直接 你知道就知道 他就不会很刁转地来考你 可能是有少少刁转 有两条 60条里面 可能只有四 两三条 是特别刁转些 但其他整体是 比较直接的 我听回来 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真还是假 就是有人说 如果你在 local 你是不需要考ACT 但如果你去外周 你才要考 是吗 要看一下那间学校 他需要你什么的测试 在每一间学校都不同 有些学校只需要ACT 有些学校只需要ACT 有些学校只需要SAT 有些就两样都可以 一般来说 都是SAT 比较大陆一些 是吗 是 我觉得大陆一些 但是有些外周 我想看你整体表现 就想看你的science 那方面 他就需要看 他可能要看ACT 但是SAT 都会供应这个需要 就有一个叫做 subject test 即是什么来的 subject test subject test 是在考专门的科目 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别 例如英文 就会考英文 有些文学 数学 就有两个level 一个就是level1和level2 level1就去到代数2 例如 代数 接着subject test 第二 level2 就去到pre-calculus 就是calculus 之前那一半的 接着就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 有中文 有日文 德文 很多不同的语言 都可以考的 而且有些 有物理 生物 化学 现在疫情 是否由2020年开始 已经不用考SAT 如果你是高中12年班 可以看你的GPA 上大学 是 通而 我知道 因为去年 他们说了 因为疫情 很多人都考不上SAT 可能 为什么 因为很多学生 可能到12年班 才开始考他定式大学 SAT 有可能 有欠及此 就为了公平些 就说可以 如果你本身 之前已经考了SAT 疫情之前考了SAT 是可以 把分给他的 给他看看 就是叫做optional 但是 现在是不需要的 因为你根本 不能去趋考 但是 就算今次疫情过了之后 都好像 加州未来的动向 都好像不打算SAT 是不是 我都听过 我都看过 不少的 报道 都有说过 这件事情 不过 正式是否实行 真是未知 因为很多事情 都变 其实很难说 不过他们也有说过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现在 如果以你 一个大学老师来说 你觉得 其实 考了SAT的利与弊 只是算GPA好 还是 SAT 算好 它的利弊 你会怎样看法呢 就是你会觉得 啊 只是算GPA 可以的 还是你觉得 GPA再算SAT 就会比较公平些 如果你以自己的专业知识 你自己个人的意见 你会怎样看法呢 我觉得最好 两样都提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因为你到大学的时候 你都会考一些公开试 都会 将来由大学 然后你再升去 下一个层次 例如 读碩士 博士都好 都要考一个公开试 那些都不会说 会不收的 它有一个叫 我们叫做GRE GRE 就等于SAT 等于SAT 不过是升去 去读那些 碩士博士学位 需要考的TAP 它的模式都好像SAT 意思就是说 你最基本的undergrad 就是 学士毕业 对 学士毕业 学士毕业之后 你要再读 master 碩士 你就要考那个GRE 这样的意思 是 GRE 其实好像SAT 就是 它那个 考试的方法 和SAT 它分几步 之后 你就在有限的时间来回答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公平一点 因为 测试一下学生 在Under time limit 的时候 有些什么 他可不可以 他可不可以 将他学到的知识 Apply 出来 我又听到了 我有朋友跟我说 她的累累 就在学校的GPA 很高 不知为什么 她会考SAT 就很低 但相反 有些是在学校的GPA 不一样 但一考SAT 就很高分 你有没有见过 这样的学生 那当然都有 这些集 因为有些人 可能他本身 平时 不是说 他没有比 可能在临场发挥 方面 他可能是好一点的 有些人 可能在临场的表现 是比较弱一点的 只要看每一个人的本身性格 和每一个学习的方法 是去决定的 所以其实是要看每一个人 有些人是真的 平时读书不厉害 但是他考试是厉害 就是在临场考试是厉害的 有些就是可能 我平时是很劲力的 但是他可能因为 他可能他习惯了那个模式 到了真正考那些 有时间限制的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会开始紧张 所以其实我也很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你用GPA和SAT 来平衡班 就对大家都公平一点 好了 Ellen 我又说一下 你除了教大学之外 下午你有个课后辅导班 现在疫情这样 课后辅导班 影响是否很大 要看看你属于哪一类的 补习班 你是属于 例如 你放了学系 去到那个地方做功课 还有 课后辅导有两种 一种就是 他是属于 一班人 那边 放在不同的房间 根据一班数 然后有个老师 看着他们做功课 帮他们查一下 他们有些功课 做得对不对 如果他们有课程 帮他们找书 这就是另一种模式 另一种模式 另一种模式 就是第二种 就是 等于你需要 某一个科目的需要 你就去 另一种导习 就是需要去另外一些班 例如 你 考虑 微积分 你不懂的 你就在一个 相应的时间里面 去那里的课室 上课 这样就帮助 他就只专业集中 在这种不同的科目里面 然后就 就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一般放后父老班 就是 不要听我们以前 在香港的臭小孩班 就是你认识之后 大班妈妈 没有时间接你放学 你就带着你去做功课 有人帮你看一下功课 那如果你说 第二种模式 就是真的 纯粹是补习班 那这个情况 就 真的现在都挺惨的 因为你根本 你怎么可以 跟别人补习呢 尤其是 初中升高中 接着高中又要找补习 譬如 没有SAT 没有ACT 那些 就没有了 已经不能做了 那 他们那些学生 会有什么办法 可以加强到他们的温习呢 有两种做法 最基本的方法 当然自己找书自己看 当然 上网上去看不同的资源 看到很多资源 看看他们有什么 可以帮到你 如果相应 补习社这些 他们就会用网上教学 补习社都用网上教学 那怎么教 他一个Zoom 十几十个和一班 这样教 是的 那他就例如 如果这班 我们读 如果读 Algebra 当它是Algebra 2 那 Algebra 2 那班学生 就会在 指定的时间里面 就进去Zoom 跟老师 讲一下他们 例如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什么帮助 需要什么帮助 他需要哪一课有问题 那他就会 老师就会在 那段时间 就会在 用Zoom 跟他们一路 教他们 讲那些 题目的概念 然后做些练习 给更多的例子 他们去看 明白 另一方面 也可以说 私人补习也有 其实Algebra 没错 私人补习 没错 只不过是 我现在跟你做这个访问 我们大家面对面谈 你省下车情 但我现在的疫情 很多都是网上教学 大致 我们现在大家都清楚到 现在疫情 这样 我们可以分析到 SAT ACT 的分别 因为疫情关系 高中生 不可以考SAT 或者ACT 入大学 就要用GPA 这样 用GPA 来计算 进入大学 我现在就访问到你 这里为止 因为我其实很希望 下一集 你和我 否释一下 网上教学 和面对面教书 的分别 的利和弊 或者是 网上教学 你会觉得 有没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对于学生 学生 家长 老师 你会怎么去看 我们休息一会 下一集 集中 是说 你网上教学的 模式 程序 和学生 和学生 学到的得着 好吗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下一集 再由 MISS HOLE 下车 再访问Alan 关于网上教学的分别 我们先休息一下 嗯 大家好 我是TimNam 如果大家对 红南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 欢迎你打电话 626-379-1167 626-379-1167 虽然最近楼市和利路都有明显的改变 但是买屋头款最低的要求 仍然是保持3-5% 即使说买50万屋最少是15000的头款 买80万屋最少也是4万的头款 所以头款不多不要紧 最紧要是预先做一个免费的批评 那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 大家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直接跟我联络 我是街信财务贷款的 Steven萧文龙 626-712-9092 712-9092 本节目是由 完美店Montry Park总店 乘机表分店 特约赞助 记住是暂时的 我们欢迎你的加入 你好 完美店外卖服务平台 请问你今天想吃什么 完美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 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 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 626-766-7377 听到这把这么熟悉的声音 接着说出我们节目的名字 就可以马上获得 完美店赞助送出的一杯冰镇冻奶茶 快点打电话来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热线电话 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里送到哪里 在哪里送到哪里面 在约白色拿个爬 多那吴 我感到 Cathedral